那么跟普通一般的密布啊 好像有点相似 所以差不多都判归于密布 太区大师说 如果按照这个经文的内容 从始至终的说法 他修行的主要的方法 应当是跟中国的禅宗 祖师禅最能配合 所以啊 太区大师在这个楞严经大义里面说 他说这部经应当叫做禅经 禅经 就是修禅禅的人呢 非看不可乐经 只看看他这个西元和牢上 劝这个学佛的人都要读楞严经 由此也就可以知道了 所谓这部经是禅经 这部经翻译过来之后 禅禅的人得受用最大 得受用的人最多 他们的语录里面呢 说不完的与这部经 有连带关系的那些公案 所以由此可以明白 这部经是与中国祖师禅 那是非常非常有连带关系 所以参常的人非读 这部经不可 那么其他的修法 不用读吗 不可以 读者学习 前面不是说过二十五元通吗 哪一门超过这个二十五元通 这范围之外啊 二十五元通里面也有 大师子福山念佛元通章啊 那么念佛也不能超出这个范围 也要按照这部经的教人的修行方法 来做学习 禅 禅就是得到究竟的三摩提的定 那么念佛念到一心不乱 不就是定吗 一定并没有差别 所以啊 这部禅经 禅禅的人得受用最大 那么因此之故啊 我们凡是修学佛法 都需要研究这部经 为什么 佛法再多 八万四千法门 总不出 戒 定 会 三摩六学 戒 这里讲四种清静明晦 前后注重戒法 戒里面已经包含居住 定 专门讲定 讲三摩提 这在欧南处处 刚刚回来的时候 向佛请求佛法 要求佛说法 就是要 妙说摸他 三摩 谈他 以欧南当时的问话 以现在所说的 现在欧南在问 要明白这个菩提路的意义 也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应当要先了解 这个四菩提路 这一章的重要性 那么接下去 我们顺着文字解释 四菩提路分两个 第一 总体 第二 详实 总体 文字很简单 就是总于身体后边 四菩提路一章的 这个序头 就是欧南问齐 欧南问齐 就是总身体后文的根源 所以科判叫做总齐 然后佛的详细开示 就是解释 这个总齐的文字 就是现在第二十五页这一面 我们先念一段 来做说明 欧南 这两行文字 欧南自己叙述 他前面文法以来 所得的法医的实际情况 欧南自己说 为了要再请罚 一方面感谢前面所闻的 所以欧南从他的座位起来 前面听佛说法 还有佛法善神的复咒 这些 一直到金刚菩萨 复咒的文字 大家都是做出心的 这个时候 前面菩萨的话说完了 那么欧南要问话 所以随时从他的座位起来 来到佛的法座之前 五体头地顶礼佛的祖像 表示最尽礼了 结祖礼 就是拜到地面上 然后两个手翻过来摸到佛的脚底 表示最恭敬的礼拜 叫做顶礼佛书 拜了之后 然后禀拜于释迦牟尼佛 说了下面的话 欧南说 我被一顿 好为多文 我们看到这两句话 在惭愧心都发起来 欧南 他多文第一 他还说他叫做鱼翅 叫做顿根 像欧南上帖自称为鱼翅顿根 我们呢 我们的鱼翅恐怕要加过十个八个 顿子恐怕要加过百个千个 因为我们没有多文 各位文了多少啊 看了多少啊 很有限 他佛在世的时候天天文法 天天文法 他只喜欢多文啊 他只是文会有了 有文 没有诗会 没有修会 所以他自称为鱼顿 他说我很于之啊 只文而已啊 没有诗而没有修 我很顿根啊 只会文啊 不会诗 不会修 背是类 像我这一类的人 我是欧南自称 像我这一类的人 鱼翅又很顿根 为什么呢 我只喜欢多文 喜欢多文也是他自然的反进所使啊 他当佛事责 他一当事责 佛就命令他 你得注意好好听 将来佛入面之后 要结极经藏 要负这个责任 所以他为了这个责任心所使啊 天天听佛说话 都是用心在记 哦 今天佛说过什么话 我脑子里面 有没有漏掉一点点 嗯 就这样子 四十九年 前面 还没有当事责之前 没有听到的 据说 佛在空仪的时间 还要重说给他听 所以四十九年的法 恶然是完全听到 在他的脑子里面满满的 嗯 可是他只在闻 闻而已呀 没有时间吃 实际上他并不是 不肯吃 而是没有时间 他没有时间去吃 嗯 更没有时间去修 因此之孤啊 这个时候他自己 称他自己 我这一类的人啊 好像是 很是 愚痴 因为我只好多文 喜欢多文而已 文而已呀 没有失修 所以我是愚痴 嗯 因为愚痴 没有失修的缘故啊 烦恼不为所动啊 没有把烦恼 消除一点点 所以说 以猪肉心 未求出离 肉 比方烦恼 啊 就是有肉 就是有烦恼 啊 我 所有的这个烦恼心 猪肉 显示烦恼多 八万四千烦恼 啊 尤其这个 根本烦恼的贪生吃 六种根本烦恼 二十种随烦恼 那是八万四千 纯老烦恼 这些烦恼漏 多得不得了 所以叫做猪 而这些烦恼 不是在外边 都在自己心中 啊 都在自己的心里面 所以我心里 充满这些烦恼 啊 既然充满这些烦恼啊 啊 只闻 没有修 所以就没有 求出离啊 出 超出 超出三件 离 离烦恼 断烦恼 出三件 啊 得到 这个救济卸脱的目标 我现在 只在闻 啊 我内心的烦恼漏 丝毫没有动 都没有超出 都没有离开 啊 我好是 好 好的是有蒙佛的开示啊 现在知道 真正修法 怎么样是修行 现在我才知道 所以蒙佛此会 的真理宣秀 成蒙佛的大慈大悲 啊 开始我 教会我 啊 那么这七点多的经文呢 我听得 啊 知道 修行该怎么修呢 正确的 熏 熏 熏啊 是一种比方 例如 衣服没有香 你用香去熏 衣服就有香 啊 所以如果你入 以作香的 屋子里面去 站了一会儿 出来身上都染了香了 叫做熏 修行也是要这样 熏习 我们天天 啊 无论是念佛 怎么样用功修行 啊 慈见 修定 啊 参禅 这些都是在熏 因为我们一向啊 就是无名熏 真如 啊 尽量造业 在三界六道轮回 现在要把它倒过来 要它真如熏无名 有真如的自信 清静啊 来熏习这个无名烦恼 让无名转过来 成为清静的法门 啊 所以叫做熏 修 就是啊 对治烦恼的方法 必定要靠修行 不修行 烦恼没有办法断除 所以要修 啊 那么 我现在听经到这里 我已经明白 正确的修行法门 怎么样的熏习自信 让它转烦恼成菩提 啊 转三十成涅槃 这个方法 我现在已经明白了 啊 知道该怎么修了 所以我现在呀 身心快然 这句话 说尽我能内心 身心的这个快乐的情况 这道真正的法喜 法乐 所谓法喜充满了 啊 真正法喜充满的那种的境界 就在这个身心快然 获大扰一两句话里面 完全表达出来 啊 我因为啊 这道佛的慈悲开示 这道佛的慈悲开示 现在我懂得怎么行不行 我心地非常的安宁 知道修法 啊 心地很安定 身体也很快乐 自由自在 真正得到身心自在 这就是所谓身心自在了 身也自在 心也自在 得到究竟自在 就是快 快是快乐 然 很自然的 得到这种的熟细的受用 获大饶意 获就是得 得到很广大的 奉饶的利益 欧南到了这里 得到奉饶的利益啊 说不定的 无穷无定的 所以用获大饶意来表现 我所得到的利益 实在是无穷无定 所以叫做获大饶意 这是欧南自己叙述啊 从前文听到现在 那么所得到的受用啊 是无穷无定了 所以非常的欢喜 向佛表达 也说这个话 同时也是向佛表示感谢 蒙佛的慈悲指示 否则我怎么知道 这些法门的修行呢 那么先说明他的 前面侵罚经过的实际情况之外 然后就要侵罚了 师尊 如是修正佛三摩地 佛三摩体 为到涅槃 人和名为甘惠之地 是修正佛三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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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修正佛三摩体